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拜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法师佛萨 大家好 我们导演 我们看到了《学佛三庙》 那我们用了一些时间 给各位介绍了关于 这个《学佛的一些根本的了解跟认知》 虽然在 这个殷孙老师这一个教材 这本教材 你以为《学佛三庙》 真正要谈《学佛三庙》是从我们 现在这一堂课还是要谈的 但是要在谈《学佛三庙》之前的 一些《学佛的根本概念》 假如我们要搞清楚 你《学佛的方向》没有掌握得好 我们很容易偏离《学佛的本业》 什么叫做偏离《学佛的本业》 本来很清楚 就是说来学习佛法是为了佛生死 要获得佛法的真实智慧 可是为什么到最后呢 有些人对 在整个的学佛的过程当中 就是像有些什么 着火入魔的啦 这个 服务正面的啦 就是什么 学佛的根本的道理弄错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就是让我们保证 而且在上一堂课 有介绍到关于这个 我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的生理状态 还有一些用物理的状态 来做一些比喻的一些过程 那尤其对学佛的根本的意趣啦 了解啦 还有佛法是正对一切有情 来解决我们的烦恼 佛法是在解决有情的根本的烦恼 所以佛法是什么 是以有情为根本的 佛法是以有情为根本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去深刻的了解 深刻的了解 还有所谓的业力的轮回啊 像其他宗教也谈轮回啊 也谈我啊 也谈业力啊 那我们 在介绍过的学佛三年 我们对因果也好 对业力也好 对有情无情的生命现象 也都有一些介绍 那这个介绍 或许听一听 在听的当下或许了解 可是真实的在面对生活 逆境的时候 你不能拿几正公司 那就是所谓的知见 所以佛法就是 不是我现在听懂了 就代表当下懂得见 听懂跟知道了 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在听的当下 可以理会 可以知道 但是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声音 声音入于耳根 得到我们的耳势 耳势所产生的一个认知 或者是所谓的了解 包括我们读文字也一样 我们看经典 看经典语言文字 语言入用 我们的耳根 所了解 在听了当下 看经典语都听懂了 可是 在整个人的生活 的实况 生活的实况 这个当下听懂的这个历练 是不是比较微弱 很容易受一些外境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况 有很多的什么 有很多的因素 因缘 这些因缘不自知的 有很多不自知的 也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也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无法预测的 无法预测的 无法预测的种种的一些现况 当它境界来了 碰到我们当时所认知到的事情 当下听懂了 可是为什么 整个生活实况 会产生 一些不一样的冲击 打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 去喝足 一些对修行上的一些障碍 那个就是所有的 正经 所以正经的培养是 当我当下听懂了一些佛法的理念的时候 当下是听懂 那不代表有力量了 这好比你跟人家买东西 你问人家说 请问这张椅子多少钱 老板跟你讲说 500块 要不要买还是你在决定 不代表说我开价500 你就一定会买500 想想不买 不代表你会买 我知道它的价值500 要不要买 你就 当下一个的理念 不一样 在听懂佛法 在听的过程当中 只是在了解 但还没有真正的真实的什么 正见还没有真实的什么 实见 所以我们常说佛法 重要在哪里实修 什么叫实修 实修不是只有 除了说我每天都在佛堂 拜佛送经叫做实修 那也或许 那也只是一个形式上 真正的实修是 这一些过程里面 包括整个身佛的实况 当面与了极重大的考验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正见去克制它 那才叫做实修 实修是你有足够的正见力量 足够的正见力量 去抵制外来种种的考验 那就是很好的正见 那才有能力量 所以你看有些初学佛法 像是有些老三人 刚开始对佛法很热忱 只是有些没几下工夫呢 就怎么样 扁扁扁扁 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少关心到自己的修行 都比较多关心在你周遭环境的哪些人 哪些事 哪些状况 我忘了怎么样 我来到道场 除了我的这个 修行以后还有什么种种的法心 有没有把心给看住了 出家有出家的法心 在家有在家的法心 像刚刚这个我们这个清教师 有用到的 这个所谓的执事的一个责任应该 所以我稍微诊论了一下时间 他也有问 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 主持和尚 当家 首作 知客 他到底是 他的责任是什么 所谓的就是所谓的法心 他有一个他们责任的一个 一个状况 那就是这个法心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 可以去责任 因为你周遭也有看过这个 发心 但是这个发心 在承担的当下 我们怎么办 无法预测的状况 而这些状况 能够让你一直延续不断的力量 就是你的法心 那我们在当主宫 也一样 像这个大乐天 那我们在过几天 有平光之六 有栽生 大爱 这个来自十方的深重的义供 那我们在家居士 在大太阳底下在工作 在发心 一般来讲 这个 这个 都是义务性的 都是发心的 服务性的 没有所谓的资理薪水的 可是要做得很开心 比在做自己的事情 还认真 那是什么样的力量 在支持着我们 是不是 而那个心的力量 在支持我们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 政卷在支持着我们 那当下什么样的之间 不畏你 不畏你 那我在工作 那就是 不畏你 不畏你 不是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做 叫做不畏你 不畏你 不要把丙头当做自在 很懒惰 懒得动 比如说我这样很自在 不是什么 因为那个政界的人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在前半段 谈了一些概念 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接下来今天开始 要跟这个来谈到学佛山的 学佛山的 好 那我们来看到课本 我们看到这个六十五页 六十五页 的学佛山的 那艺术宝圣他一开始 他谈到学佛法呢 他非常的高的山 非常的广大 就像龙处福山一样 他刚开始 觉得他学习了很多 结果他碰到了大症状 才法安到处 原来他知道了 比大海水的一定的 微不足道 佛法是什么 高深的 是非常的广大 太深了 太广了 一般人呢 是什么 是莫不清他们的门迹 像初学佛法 那怎么入门 佛法从哪里入门最好 像有些人 会来问师父说 有人说要一门深入 那怎么叫一门深入 刚开始从大不懂 什么叫一门深入 就好比当学说 你在考虑的时候 你要学哪一个科系 很多人会给你意见 医学院好 什么好 哪一个科系好 可是我们常常会把自己 跟自己生命相关的事情 去请教别人说 我到底读哪一个科系比较好 也常会有这样 那我们的无形当中 自己的家人啊 朋友啊 师长啊 也给我们提供很多人 方法意见 可是 谁最了解自己 还是这些事情 可是自己要选择哪一个科系 在那个时候还是怎么样 不是很清楚 甚至开始读书了 还会再转科系 可是转科系的原理有很多 可能是这个科系不习惯 有一些事 不是科系不习惯 是人不喜欢 老师不喜欢 不转科系的 转身教也有 所以佛法 这个太广太深 那很多人摸不清楚 他们门清楚 不知道如何入门呢 佛法怎么入门 那谁才是真正的入门弟子 不是拿个规一阵 拿个三规五戒 拿个菩萨戒 说我也是佛弟子 人生永远都出家了 拿个三郎大帝 他也受戒了 可是有没有入门 没有啊 也一样啊 他很有入门 所以这个他这里谈的是 男中的入门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一般人是摸不着 摸不着这种文静 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起 他从哪里开始学 然后人的佛法 他绝不是杂乱无章的 佛法虽然很深很广 但他绝对不是杂乱的 没有刺帝的 但是怎么看 他自有他 以贯之的 又自然不乱的 荣耀 古来圣则说 一切法门啊 有所谓的方便的 究竟的 方便的方便 究竟的究竟 这到底在说什么 在下面的他会不大吧 无非都是为了怎么样 领导我们去路佛正 不管是方便的 究竟的 甚至方便的方便 究竟的究竟 都是要领导一切众生 去路的让 成佛这一条路 这就是后来戴法华经 这个很重要的 一切众生只有佛性 法身常在的概念 所以他这里提到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回邪 回邪正的五称法 或者是 这个 超乎向解脱的三称法 或者是回小向大的一称法 所以诸佛出世了 无愧是为了什么 大事运人 生死 什么大事运人 一切众生皆如成佛 所以佛为什么 在过去里成佛 为什么现在还要再来 为了 为了一大事运人 就出现了一次 所以 谁是众生的根基 而有浅 浅缩 深缩 横缩 述缩 所以从学佛的立场来说 一切的法门 都可说是如上的修学历程 所以佛法有八万四千法 有很多的法 那每一个法门 都只是在引导我们的入门 入门之后 还有一个方法的 进入到悟婆称 所以佛法的方法很多 修学的历程 所以成佛的菩提正道 有一个 有不同的时节因缘 他的时代性 或者不同根性的 他的习上 适应众生的修学方法 不明白有千差万别 然后从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方法 而进求他的实质 己会领白 佛法的绝非可那 万别千差 而是可那 可以三聚 三聚一来统设 统设 统设 而会归于一道 会归于一道 不但一大秤如此 五秤三秤也是一样 所以 因称之为何 学佛三药 所以 为什么医生导师 以学佛三药 来做一个说明 你学佛的三大信药 学佛的三大信药 或者统设 一切学佛法门的三大荡药 这是告诉我们 学佛的何 入门的方法 这个学佛的三大信药 没有搞清楚 那个 你学一直起来的 会很无厘头的 不知道在搞什么 会很无厘头的 人们会说 一般这个雅艺对白 从这地区 雅艺对白 不知道 这是所有学佛的 种种的一个一个原因 那艺术老师呢 他可以说是很值得 整理的这一套 学佛三药 为什么他会整理这一套 学佛三药 这也跟时代有关系 因为有的会 像 在那一个时候呢 南传佛教 有南传佛教的修行次第 有从什么 所习观啊 古晋观啊 藏传佛教 也有藏传的殿经啊 藏传佛教的这个 在殿经院 去背诵经典 有他们的一套的修行次第 那南传呢 在打坐呢 也有打坐的指导方式 可是呢 一问到我们北传佛教 我们汉传佛教 尤其我们中国佛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哇 又来个八大宗派 又来个净土宗 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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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 各大宗派 各说各的话的时候呢 耶 所以耶稣导师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八大宗派 照理讲都是佛法的这个宗派 佛教的宗派 都是为一众生 可是为什么 在后期的一些学习者呢 都彼此之间互相攻击 其他的宗派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在佛露面之后 有二十个部派 也都不会有 这么领土的现象 为什么华长在中国 国家的八大宗派 会有互相的攻击呢 也因此原因呢 尼顺导师呢 就去仕途去做一些成理 所以他就回溯到阿韩经的一些 学佛的思考 然后呢 整理出这么样的一套书 有所谓的成果之道 还有这里我们谈到的学佛商量 各大宗派都有他的bloom 这个学佛商量的哪 你各大宗派怎样 他的基础学啊 就像你要盖房子啊 不管你要盖大房子 小房子 都是要地基啊 你地基的粗浅而已吧 你地基越粗的 你时间就能越长 但是你要盖的房子是哪 比较坚固 比较高大 你地基部的 大概就是那种小氛气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也因此导师 后来整理了这一个 就让我们来表达到 后来才平息了 彼此之间的一个攻击 不然以前都常听到 基督宗说自己的好 禅宗说禅宗的好 各宗派都说各宗的是最好 那人家就糊涂了 那到底谁是最好的 各传各的法 后来才有所谓的灭佛事件 灭佛事件 灭佛事件好久就是所谓的内战 宗教宗派里面自己的内战 互相的攻击 所以佛在金光明经里面也提到 佛教的心衰啊 绝对不是外人 不是自己内战 因为佛教我们心圣也是内战 因为佛教会失败 也是内战 所以这种很轻的在内战 那要被我们谈这个水果塞 就让我们认识清楚 佛法的心要在哪里 掌握住了 才比较好又够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什么是山料 学佛的山料 如《大波瑞经》里面上提到 一切自至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大悲为上手 所以所谓的修行是以大悲为的能力 有基础 大悲性能 无所得 你做什么事情 不要有所得之心去做 不要冲不冲不冲 这就有什么帮助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无所得 无所得 我的方便 你做什么 只管付出 你无所得为方便 你才不会怎么样 在整个工作上的怎么样 就产生了福 这就是大悲为上手 大悲心就是我们 基本的 学佛者的心态 大悲心 什么叫大悲心 拔除众生的苦 拔一切众生的苦 所以我们以无所得 既然能够帮助众生 民主得乐 就无条件的苦 就是 不是这种判练 所以 虽然我们是听起来 你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 或者什么 就是刚刚的道理 是这样 好 那你看到没有 他说的大波列经 是着重于 广民菩萨的学习 那菩萨应该怎么样 要骗学一切法 而一切法 不外乎修不修会 菩萨要广学一切佛法 广学一切法 一切法 不会修不修会 福报要修 智慧也要修 所以 像有些人很喜欢这个发心当励 可是 听进伦法就 一点的感不上心情 有些人很认真的听的话 可是要他修得到 他也没心情 这两者是什么 都要进步的 那叫做修不修 才叫做修不修 好 那来看 那都要怎么样 都要依此三句意来修学 所以一切都从此 依此而学 所以一切修学佛法 也是为了 为了圆满成就 这个三德 三德 所以这实在是 独赛学习的人 觉得很甘心 古人说的 我们说 师智则八万法杖 八万法杖的明若月有 德子呢就是什么 德十二不修呢 如对白日 就是很清楚 那 这个三德呢 所谓的这个 这个 阿森德 那个这个 波瑞德 这个就是 还有他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十德 修行 从那佛的代理 所以这个 从学佛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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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呢都是以最 慈悲的一个方法来 来度外 那我们现在要了解 在学佛的三 不算要往学多了 可是 我们一提到什么都要学习 真的 有时候 这所谓的力不从心 真的想要做呢 也没有那个提 没有提到什么都要学 像刚出校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呢 就 拍的功课很多 要背那么严重 要做 要送金刚经 要送年经 那天开了好多功课 这一天就是 你要做这些功课 你会看到开这么多功课 第一 起翻译系来定工 那我还懂 你起了是什么概念 你先起后 好高兴喔 老师 我的师父给我开这么多功课 还是你一个人就先反弹了 那个五十节那时就反弹了 哪有法度 你真的替人家都要那些功课 你看 那是反弹之大啊 明明说你出家要广学多了 我要学习佛法 我要承担如来家 可是 开了功课 不过是大海中的一丁 你就受不了了 知道我意思吗 一看到 课程 被那么严重 送金刚经 一天就是这些功课要做完 还要拜托 还要把众 还要把众 你如果好高兴 好 你会先看到这个课程表 功课表的时候 先起翻译说 谢谢师父 我一定会把它完成 还是说 哪有可怜 你做我看看 你懂得懂 这一开始就一测试下去 你都大概知道你的学佛心要 你大概是拿几分了啦 只有两种关书 零分跟零百分 没有那个及格边缘的 没有那个 我回去试看看 那心里就是很不高兴的 只是不敢直接骂师父而已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那个 你看那种学佛者 那种信仰 太不疑 你知道 来出家是 要用功 甚至我们在家也是啊 在家要发心当义工 师父 我要发心当义工 有什么工作安排一下 结果就开始说 你从这里 扫地到后面 多远 看不到那个地方 那我还倒了 可是那个 我要来发心工作 那个力量 哎呀 我来发心 你真的快要不做工作 我怎么做得完啊 会不会退了 还是会先说 好 我先做了 然后去尝试一下 我的心里面 所以 通法无非就是要安住真心 降无忘心啊 可是当我们听到了 看到了 境界来了 我们的真心比较 有历练 还是旺心比较有历练 你没有办法降无旺心 你没有办法降无旺心 那你就是被旺心给堕落的人 对不对 讲到一点点 一点点 所以有些要给方便嘛 要给一点什么 所谓的呢 以方便方满 好 他刚初学的 我们知道这个 大概我们天天见面 大概知道 这个都比较 所谓的常驻 所谓的常客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户 大概都比较少 所以工作会太平安多一点 也不会太多的一些 一些 一些成文类啊 那你就做什么工作 可是 刚来的 我们后学给他一些方法 对他 有学的客气 一开始也不敢给他太多工作 你先做哪一些 为什么 在测试 测试 测试什么 你的定力 你是真的来发心的 还是你这未法而来 所以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过程 你学佛一天 学佛两天 学佛一年 学佛十年 那个心境全面是不同的 你假如学佛十年 每年去跟那个学佛一天的 都入门的 俗难对抗我的十年 都不敢给他打一招 那刚才每天就会打一招 那够厚 你看这个境界 就会有什么对 十年之后就会说 俗难对我比我更好 你懂那种吗 学佛心 包括自己也是啊 我的师父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学佛心啊 你看六祖道社会不会去照顾 那些 他已经传递过的人 根本就不理他 你这种小事 你都处理不了 你怎么度众生 还每天师父来跟你 有沒有 呵护着 那 抱怨无二分就好 所以连这个基础 都没有办法去超越的时候 哪来自修悟修 你都没有办法去 那些人都没有办法去 那些人都没有办法去 你都没有办法去 你如果觉得你一个子 七十年 二十年 每天你抬起来 你看你的生日 是不是 七十年啊 吃那多死 我每天抬起来 你会走路 你怎么会请这种呢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常识 你也 我们也是希望把孩子养大了 两年三年之后 他就亏了嘛 我们不用牵他的手 他可以自己走路 他被自己治理了 你会因为这样 看到他的成长 要怎么样 而安心 看到他的成长 要怎么样 而觉得成熟 还是你一直要觉得说 他 我一直要每天牵着他 我一直到他 一辈子 可能吗 可能 所以学佛的理念 在哪里 找到你还是一直写西洋说 我的手 每天有人给你抬起来 你不在乘中而已 虽然有点难题 但事实是如此 就做出佛法 就做出佛法 也不需要我们一直是停留在那种 长不大的学佛观念 可是每天把自己觉得说 我什么才叫做被重视 我以前常常会好的 问我说 你比重视上 比重视上 我把这一本哭哭 你说我看不清楚 我就杀的丢就好了 杀的丢就好了 杀的丢就丢就好了 杀的丢就丢 你看到一个杀的丢就丢 你不用去发心的 你自然就会怎么样 会走在大家的前面 会受到大家的一个惊讶 会被重视上 什么叫重视上 发心的 一个默默更明的人 你每天只要你每天你在道场 你每天都会很主动去扫地 每天做 持续不到的做 你说这个道场的人 会不会了解我们的道场 有一个人 每天都会负责扫地 你都不用去宣传 你在这个工作 有谁在发心 我在大聊的 我在各部门的 刚开始 大概没有人会知道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在上折 在这边再碎 然后在某某人做 哎哟 不简单 一人是怎么办的 这就是修补跟修喻 是同时在进行 修补修喻 他不是被切割了 他是可以同时进行 所以你看 早期很多的道场里面 很多的法师 都默默的去做 大聊也好 洗手间 厕所 他不是发生做这种事情 以前就有一个道场 有一个居室 他去参加招完就完之后 他每天都会照 两段时间 早上跟下 就到寺院了 去负责整理 整个寺院全部的厕所 这个 把这个道场的这个厕所 保持得非常的干净 他来的时候 穿着很普通 也自己怎么样 自己去带了一些清洁用品 就开始去打扫 公共厕所 后来大家知道 有一位居室 都很发心 把我们厕所整理的 所以后来大家 原来他也是一间公司的老板 老板用他的空档时间 去室运发心 去室运发心 做日基层的工作 当人家打扫厕所 是义务的 他们没有去练队 你看 我是老板 我来给你招牌 没有 那你老板 要招牌 不招牌 但是他就不要有责 没有帮得出去 只有人 你看每一位 使用过厕所的人 都会站在那里 哇 这只像你 建立在家庭 比较前提 功德无人 有不起 所以任督寺在求武 是什么样的意思 他越是这样做 发心 就是他懂得 学习火火的信号 他有掌握住 大悲不少 无所谓 无所谓 既然要做 还要问 这对我什么好处 没有 你知道怎么样 不断地再付出 哇 两个情 好 那我们再来 好 我们再来 这个第一 他说一切自治 一切自治豁明的无上福点 或者是无上福点 是以正觉为本的 究竟圆满的佛德 学者的心心念念 与无上福点相应 信得诸佛确实有无上福点 无上福点确实有殊胜德相 所以无边得用 信得无上福点 以而顺行对于无上福点的愿调 所以发信求证无上福点 所以这一切自治的相应 作为能及 菩提信愿 愿 愿 菩提心的别名 愿是菩提心的别名 就是信愿 信什么 信有无上福点可证啊 诸佛皆无上福点的成就 那我也会怎么样 你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所以愿赌菩提心的别名 这就是信愿 第二个人有大悲 大悲的人 简要你说为什么 为悲 对 大悲心其他人 就是慈悲的悲 对 那这个 他说呢 这个 都说为慈悲 广说为慈悲其神 见众生的苦痛和小度 说他是为悲 在慈悲 对你想发出一些众生 凛苦的乐 所以是被众生 众生的没有福乐 flourishing成就 他是慈 这礼乐嘛 都是不快乐 直接帮助他 好 是慈 所以菩萨的种种修学 从慈悲心出发 以慈悲心为前提 对菩萨来伴从大悲心 不从于上之 菩萨是从哪里 从大悲心 不从于上之 菩萨之所有的菩萨 这个我们要先清楚一下 菩萨之所有为菩萨 是从大悲心来 叫菩萨干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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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菩萨从大悲中了 不从于善生 除了大悲心 能掌养的菩萨 能成就菩萨 其他的善法 当然是善法 但这个善法 若少了福定师的滋养 不能成为菩萨 不能成为菩萨 你们他是做了善事 他的行为比较正确 但是物定的物定 没有办法成为菩萨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菩萨 是什么的意思 菩萨是绝 绝有情 那么大悲呢 悲是什么呢 拔众生的苦 大悲心的悲 就是要拔除众生的苦 那么菩萨之所有的菩萨 就是了解众生 所以了解众生 当然就懂得去拔众生的苦 所以菩萨之所有 能成为菩萨 就因为他具有大悲心 所以那个把大悲心去 运作一切善法 然后那个精神都很难得不起 所以像地藏的菩萨 他发现到地狱剧 就有苦难的众生 一简开了 我们的世交王妮佛 他发现来到五卓二世 广固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没有大悲心 谁要选择五卓二世来 这真的是 菩萨才有这样的悲心 菩萨绝对不会先讲说 他说我在这里都有什么好处 你给我什么位置 我想要做什么 可是他不会先问说 我有什么福利 我有什么权利 我有什么地位 不是他就顺其因缘的安排 不管他在怎么样的一个位阶 唯一不失去 他的底面的 就是大悲心 大悲心不会因为位阶的不同 会有所调 只是他会与他的因缘力量 做出因作的事情 所以菩萨是从大悲中来 不从以上来 菩萨绝对不是 我建设了多少 我成为菩萨 菩萨是你有没有符合于 拔爱去众生苦的条件为主 所以很多菩萨 菩萨所做的事情都默默得美感 菩萨做的事情很多都是默默得美感 不是很渲染的 像譬如说教育 教育就是一个最没有掌声的工作 教育 可是它是很重要的工作 它是最没有掌声 因为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快看得到 十年数目 百年数目 不容易看得到 可是我们所谓的慈善工作 它是可以马上就看得到成果的 我据了多少钱 我付了多少钱 所以马上就可以被知道了 可是教育就是对的 所以菩萨本身就是在做教育工作 教育谁 教育众生理苦得乐 所以他就是一种一大佩服 你说世尊来到我们这个 搜果世界世尊在教育者 是吧 所以他是大教育家 三界导师师生之物 他是不是教育家 是吧 你刚刚工作不容易完成 不容易完成 不容易完成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所以他这里提到 广说为慈悲息是 见众生的苦痛而想度多他 所以慈是悲 所以悲是否 见众生没有福乐 见众生没有福乐而想成就他 是慈 所以菩萨的种种修学 也从慈悲心出发 以慈悲心为情敌 所以佛法的入门是以慈悲心入门 没有以慈悲心入门的人 在佛教内部里面也好 在造反里面也好 很难立足 所以学习佛法那种 慈悲心入门 或者亲近心 就是所谓的慈悲心入门 以慈悲心为入门 所以菩萨的种种学学 从慈悲心出发 以慈悲心为前提 所以菩萨但从大悲生 不从余善生 没有了慈悲 一切的福德智慧 都算不得佛善生 你做完之后再多个善生 没有大悲心来成就他 你都没有办法成为菩萨 所以大慈悲心实在是菩萨行的心中之心 所以以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是菩蕾慧 菩蕾的智慧 无所得 不住一切相 不住一切相的真空间 必欲于菩萨中有成长的空慧 不是成空至极 是上巧的大方面 所以有了这个 才能成就慈悲心 才能成就无上菩提果 所以这三句是菩提愿 大悲心信空慧 为菩萨道的真实内容 所以菩萨 所以成为菩萨的真实功能 那三句 大悲心 菩提愿 大悲心信空慧 来自菩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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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